大家好 我是柏拉圖 今天跟大家講一下很基本的拳擊步伐 向左右移動 以及很基本的上身擺動 很多人覺得拳擊只是拳頭的較量 就是我們哪個拳快或者拳蟲就會贏 但其實拳擊最精巧的部分 是在步伐的移動上 拳擊經常都說 Hit and not to get hit 其實重點就是靠移動 令對手打你不中 其實這就是拳擊的最精巧的部分 大家看到這個地上的這條黑色界 就當是我的對手的正中線 拳打出來打正我的正中間 其實很簡單的就是 譬如我打拳就拳出去 然後我向我的左手面移出一步 其實我已經將我的重心 我的中間的中線向左移開了 但是我的拳頭繼續對著我的對手 但是我的對手的拳已經是打不中我了 再看一次 其實只是一步而已 或者是半步的距離 就是 向右移 向左移 向左移 向右移 左腳跟著 都是拳擊的姿勢 左手在前面 右手在後面 OK? 做多一次吧 走的時候向前走 盡量貼著你的對手 當這個是一個人 我們移動的時候 我們移動的時候 要向著他走 千萬不要離開 盡量貼著他 向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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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盡量貼著他 盡量貼著他 大家也可以 向左 即時向右 也可以 左 跳過來右邊 或者 右 再跳過來左 左 右 右 左 左 右 右 右 左 大家練的時候 從慢開始練 向左移 左腳向前 右腳跟著 回來中間 左腳向前 右腳跟著 左腳向前 右腳跟著 向右邊 右腳向前 左腳跟著 右腳向前 右腳向前 左腳跟著 右腳向前 右腳向前 左腳跟著 左腳向左腳看著 右腳向前 左腳向前 右腳向前 左腳向前 右腳向前 向左扭弯低身 右边一样向右扭弯低身 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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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 左右 左 加上步法 做慢一点 向左 左脚向前 右脚跟着 向左扭弯低身 左脚向前 右脚跟着 腰向左扭弯低身 右边 右脚向前 左脚跟着 腰向右扭弯低身 右脚向前 左脚跟着 向右边扭弯低身 左 右脚跟着 右脚跟着 闪秘打来的直拳 的一个步法和新法 如果大家有东西不明白 或者有东西想知道的 可以留言给我 另外 我也会开一集 再跟大家说 多谢大家 下来